2023台湾KOM登山王之路春季赛事 今天清晨在花莲登场 来自16个国家将近有40位的自行车好手参赛 赛事从地平面一直到海拔2500公尺的高山路段 对选手而言可以说是一大挑战 最后由台湾小家何彦仪和曾可欣分别在男女主风王崩厚 2023台湾KOM登山王之路春季活动 全程依照台湾登山王挑战路线模式 经过泰鲁阁峡中海拔的混合林到2500公尺以上的高峰 对选手而言挑战度非常高 27号上午从秀林乡的富士村名枪之后展开赛事 来自16个国家40位男女自行车好手 随即展开一场耐力十足的登山赛 应该蛮熟悉的 也没有了 还是会害怕 害怕哪一方面 就是怕怕骑不完 怕骑不完 第二次 第二次站在家 今天感觉怎么样 很紧张 还是会紧张 为什么 怕骑不完 怕骑不完 应该有骑过的经验吧 上次骑到一半而已 上次骑到神木就终点在神木 这次比较担心 因为没有骑到最后大魔王那一段 男之主出发之后 行程13个人的领先集团 过西宝补喜战之后只剩下三个人领先 最后在车友俗称魔鬼坡的大鱼岭 吴岭路段 只剩下何彦宜和吴一张对决 最后是由何彦宜率先冲线 完成三连贯的壮举 训练比赛有没有什么目标 目标就是好好地学习在欧洲那边 那个赛场的一些经验 跟他们怎么比赛 对 然后看他们怎么去运作比赛 然后就是从中学习 然后带回来台湾 至于女子组则是由台湾体大 自行车教练曾可欣 拿下冠军 主办单位表示 自行车登山赛近年来 多次举办已经获得国际车友认可 未来还会举办环花东自行车大赛 以及登山赛事 欢迎有兴趣的车手 一起报名参赛 推广自行车运动风气 大话的新闻总和报道